在剧情过去一大半之后 我们的女主安乐也终于知道 自己到底是喜欢谁了 拖了这么久的三角恋 也要走到最后了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安乐到底最后选择的是 安燕兄妹恋 还是初次动心的夜满羊吧 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说很多人都非常羡慕 燕乐兄妹情 羡慕安乐有一个那么帅 又宠自己的好哥哥 但这一切都伴随两人 不是亲身兄妹 以及安燕想把兄妹情 变成爱情而慢慢生疏起来 两人再也看不到 以前的那种欢乐 慢慢的开始躲避起对方来 安乐也不敢去踏过 这一层的关系 叶满羊的出现 将燕乐兄妹两人的感情 拉入三角链当中 其实可能安乐 对于叶满羊还有着喜欢 但不喜欢被欺骗的安乐 在知道叶满羊 因为想接近安燕 才靠近自己的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 也慢慢变成友情之上 情侣之下的关系 安乐也一直纠结在 这两个喜欢自己的人之间 可能是因为三角链当中 挣扎的太久 安乐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在安燕出国这段时间里 安乐做出自己的爱情选择 难道说这层窗户纸 就要被捅破了吗 是的 安乐确定了自己心中所喜 虽然没有直接说是安燕 但面对叶满羊发了好人卡之后 剩下的肯定是选择安燕了 不得不说观众期待 这么久的艳乐兄妹 以情侣的身份出来砸狗粮 现在终于是可以 在后续的剧情当中看到了 看这么久 虐戏三角链 可算是迎来高田了 谢谢大家